如果你認為美國首都華盛頓那邊已經爛到一個谷底了 接下來三個字會令你徹底崩潰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這個已經不是什麼右派的陰謀論了 我們早就說過會發生了 而且不是什麼空穴來風的謠言 因為是從前副總統拜登自己那裡說出來的 不是在前面她五個大嬤兒 但你猜猜什麼 直到他們看到 直到他們看 就變成真實了 那是為了我現在正在亞洲 那是為了我們有一個美女總統 我們快要有些總統 我們快要有一個總統了 他終於知道自己做這幾個月 都不是總統該做的事情了 他可能是要說的是 我們快要有一個女總統了 只是他已經整個人不太協調了 所以不然就是 難道他知道什麼我們不知道的東西嗎? 他不知道的東西有很多 他不知道有多少美國人被困在阿富汗 他不知道有多少美軍的武器在塔利灣的手裡 他也不知道那些正在從阿富汗飛過來的飛機上面 到底有誰 還是說這些其實他都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未來 情況很不樂觀 我是Edan 歡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感謝大家對我們頻道的支持 我們收到了每一位的祝福 我們現在 離我們的目標越來越近了 請大家 繼續幫我們加油打氣 分享我們的頻道 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希望我們改進的地方 也在下面留言 最主要是要創造一個基督教的一個community 然後基督教是可以討論新聞 可以討論政治的這個氣氛 現在我們再回到拜登的腦子的狀況 那麼現在的情形到底是什麼樣子 到底有多少美國人被困在阿富汗 到底有多少美國人生命處於一個危險的狀態 這個資訊一直是很亂的 去那邊的記者 傳教士 貿易商 武器商 建築商 跟美軍合作的福利社 各式各樣的東西 一開始說有幾千人 之後改到有六到八千人 之後現在變成有超過一萬名 甚至一萬五千名以上 所以說到底有多少美國人被困在阿富汗 根據白宮發言人Jan Saki的說法就是 你怎麼這樣說啊 沒有美國人被困在阿富汗 我們在香港打釋不住 我們可以交給他們 每一際雙方的基礎 我們可以交到美國人 如果他們想去回家 如果不願意回家 對美國人被困在阿富汗 沒有美國在困在呢 這位公司的主要問題 在阿富汗上 你們對我們對美國人被困在阿富汗上 當我們很明顯 我們沒有餘歩 香港人被困在那面 我們將他們帶來回家 我認為這而言 美國民眾可以聽起來 各位有聽出來這個巧妙的答覆嗎? 這位 Fox News 的記者 Peter Dolce 大概是整個白宮裡面唯一還在呼吸的記者吧? 他問,這些被困在阿富汗的美國人該怎麼辦? 但是 Jen Psaki 回答的是 我們不會在阿富汗困住美國人 聽出來這個端倪了嗎? Peter Dolce 說的是現在進行事 被困住的人該怎麼辦? 然後白宮發言人回應的是 未來是,就是 我相信,我認為,我知道,我確定的方式來回答 沒有美國人被困住 我們都有跟他們聯絡 他們如果想要回來的話 我們就會盡力接他們回來 所以沒有美國人被困在阿富汗 未來他們都可以回來啊 這些是左派共產黨,納粹 還有這些獨裁政權 一直以來用來撇清錯誤的方式 你不要亂指控現在的我 我看到的是未來 例如像說 這個不是資本主義 這個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個不是放棄大中國領土 這個是為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努力 這不是政治貪污 這個是為了台灣獨立的建國基金 這個不是暴力動亂 這個是香港自由民主的萌芽 這個不是利用疫苗壓迫 這個是依照科學還有衛生安全 還有就是我們不要再討論政治了 我們只依照科學論證 就算依照白宮的策略 過了這幾天都證明了這一點 白宮沒有任何的策略 白宮所有的資訊都非常的爛 我們星期一的時候看到我們三軍的參謀長說 我不知道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啊 我看到我們的國防部長出來說 我們就沒有能力去救出當地的美國人啊 拜登自己出來說 那是四五天前發生的事情耶 啊你要我怎麼辦 所有跟這次阿富汗撤退有關的東西 全部都出來說 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是Jansaki 要我們相信他們未來的計劃 到底是為什麼會有人相信 這個一直不斷說謊 而且被戳破的政權 我們未來不會有任何美國人 被困在阿富汗喔 就跟我們不會把 上億的美軍武器 留在那個地方給塔利班 就跟我們不會失去阿富汗的大使館 左派認為這一切都是個笑話 他們認為他們不但沒有錯 還認為這一切的問題 不是在他們身上 是在你的身上的 前CIA的局長 General Michael Hayden 發了推文說 Can we send the MEGA wearing ARM bags to Afghanistan? No use sending that plane back empty It is a good idea 就說我們能不能把這些 那些戴著MEGA的帽子 然後又不打疫苗這些人 送到阿富汗去 反正那些飛機也是空著的 這個不是我在這邊笑說 拜登好笨喔這樣的東西 我笑誰跟我討厭誰 一點意義都沒有 不會在這個世界上造成任何的東西 這個說的人是前CIA的局長 是有大量的權利 大量的人脈 真正可以監視任何人 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任何人的一個人 他們說你們這些右派 你們這些沒打疫苗的 你們這些戴著MEGA的帽子的 全部送到戰場的話會有多好 他們這些人討厭你 恨你的思想 他們認為我們就是一群 抓著聖經不放的一群神經病 我們不先進 我們不進步 把我們送去給塔利班最好 他們希望可以用阿富汗人 來換保守派的人 左派的目標很明顯 他們想要保守派互相殘殺 他們要的是封鎖保守派的人 他們要是聯合所有的人 來孤立像你這個樣子不聽話的人 現在佛州有一群醫生 他們決定不上班了 他們要遊行 因為他們要拒絕去幫助那些 沒有打疫苗還生病的人 然後左派的媒體 就在讚嘆這些勇敢 不想要上班的醫生 他會不會給他 醫生 還會給他 醫生 醫生 應該有關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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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糟糕的是病人 想要幫助他們 這些醫生好勇敢啊 他們終於站起來拒絕醫治得病的人了 他們在受跑儀式上面宣誓的東西 我一開始就知道是唬爛對不對 我還認識蠻多醫生跟護士的 我媽就是護士 我妹也是護士 我從小到大最常聽到就是 今天那個病人又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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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是這個樣子想的 就是有一些人 他們就是自己粗心大意不願意戴口罩 然後還跑去人特別多的地方 然後你期待醫生要來醫治你啊 你神經病 醫生要來為了你的行為而工作 Come on man 我還期待這些醫生可以更進一步 我希望這些醫生可以站出來 拒絕幫那些肥胖的胖子 你們這些胖子把自己吃成這個樣子 然後有心血管疾病 血脂肪高成這個樣子 糖尿病高血壓的 然後你希望醫生來醫治你 你們這些胖子就是佔了那些健康的瘦子的病床啊 Come on man 或者是同性戀對不對 根據統計學來講 同性戀得到HIV的機率是很高的 這都是他們自己的行為造成的 我們醫生跟醫療工會要站起來說 他們的行為爛交雜交 不是應該是我們的醫生的工作啊對不對 他們的行為造成了不是同性戀的人 沒有病床啊 或是抽菸的人 肺癌是他們自己的行為啊對不對 他們自己要抽菸的 所以在這個公平還有公義的這個名義下 這些人是自願的去得肺癌的啊 不應該站著這些不抽菸的人的病床啊 這個是社會正義啊 這個是為了公平啊 醫生要站起來啊 醫生要拒絕工作 然後要拒絕醫治這些人啊 沒有錯 這些醫生忘記了他們受跑儀式上面 宣誓的時候到底說了什麼 他們忘記他們的工作主要是要來醫治病人 而不是宣導什麼社會正義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左派一邊跟你說 我們不要再討論政治了 我們一切要跟從科學 要跟從數據 事實上 他們就是要你整個人都活在政治裡面 就跟這些無恥的醫生一樣 放棄了自己的工作 神聖的工作 然後去參加一個打造大政府的一個政治活動 如果依照他們的想法 他們根本就不應該醫治任何人 醫生這個職位根本就沒有存在的必要 事實上也是這個樣子 還記得 新冠肺炎剛開始的時候嗎 如果你得了新冠肺炎的話 你該怎麼辦 你要待在家裡哪裡都不去 兩個禮拜以上 然後呢 你就好了 當時沒有疫苗 當時也沒有治療的方法 你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在家裡好好吃維他命 然後呢 乖乖的待在家裡 這個就是政府要你做的事情 要你乖乖聽話 什麼叫做溫水煮青蛙 就是跟你說 15 days to slow the spread 我們只要全面封鎖15天就好了 現在已經過了400多天了 已經超過了一年了 不過不用擔心 我們很快就會回到正常的生活了 根據我們的 CDC 還有 Dr. Fauci 說 只要再一年 OK 二零二二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恢復正常 如果我們可以做到 那些人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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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它們的能力發展從人到人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會在那一段時間 我所說的正確是在2020年 但我們沒有保證 因為是我們 如果我們繼續接種疫苗 無法接種疫苗的人 這件事可以接種疫苗 導致另一種疫苗 這件事可以繁榮 如果打過疫苗還得了新冠肺炎 就再打一次疫苗 沒有打疫苗的趕快去打疫苗 我們要Get them vaccinated 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打疫苗啦 打完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打到一個全民免疫的一個狀態了 但是我們本來以為就是國慶的時候就會好了 突然出現一個Delta variant 我們也沒有辦法 如果可能的話 我們會在2022的時候 就可以真正的恢復正常了 就真的不用戴口罩了 如果你們全部都乖乖的聽話 害怕的待在家裡的話 但是 如果我們還一天到晚 讓這些沒有打疫苗的人 跑來跑去的話 我們很有可能 會一直持續到更久更久更久 那個不是我的錯 不是Dr.Falci的錯 是你們這些人的錯 任何政治人物說但是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在說 他之前講的話全部都是廢話 他之前講的話全部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反攻大陸 台灣獨立 這個樣子沒有任何營養的東西 他們的目的只是要你放棄更多你自己 變成左派的工具 這些新聞讓我真的想到聖經上面說的 人造的王會奪取我們的牛羊 會奪取我們的馬匹 會奴役我們的兒女 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建國國父們 會寫一個限制政府權力的憲法 為的就是要保護神給人的自由 而且讓神自動自發的悔改向神的道路 也就是遵守神給的世界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人把政府當成救主 美國人不懂沒關係 因為他們沒有被大政府壓迫過 從台灣來的經過戒嚴時期的 從中國大陸來的經過共產主義的 都應該知道大政府會帶來的災難 或者是把政府當成偶像的後果 政治或許是很可以直接影響到我們生活的 但是我們最主要的是要改變文化 讓我們的文化回到以聖經為基礎的價值觀 才有可能拯救我們的靈社 拯救我們的家人 拯救我們的國家 所以說我們要出去傳福音 而且要把聖經的價值觀傳達出去 我們不只是要讓大家信耶穌 更是要讓大家認識耶穌 讓大家知道政府不是我們的救主 耶穌才是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國新聞情報 請繼續關注AI NEWS 各位AI NEWS的觀眾 很不幸呢 我們的事工遇到了資金瓶頸 我們的資金只能撐到今年的九月底 非常感謝末世先鋒的Paul長老給我們這個機會 讓我們嘗試一下媒體這份工作 謝謝Paul Paul長老也願意讓我們繼續經營AI NEWS這個頻道 但是現在有個問題就來了 我家裡有兩個小孩 然後呢我們現在非常需要各位的幫忙來維持這個頻道 我也認為這是我的呼召 這就是為什麼我自己做了三年的YouTube事工 叫做Project Have Christian 顏值攻略 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改變我們的文化 還有傳達正確的基督教價值觀 所以請各位幫幫我們 讓我們可以繼續做這個 我個人認為我目前人生當中最令我感到值得 而且有價值的一份工作 也請你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的朋友 還有一起願意在這個文化戰爭當中抵抗左派的人 之前你可以看到Paul長老帶著我們衝鋒陷阵 現在你有機會參與在這個事工裡面 我們個人失業或是怎樣 我們還是可以去找其他工作 還是有其他的機會 但是最可惜的就是這個頻道會消失 然後我們會失去一個保守派發生的平台 我們願意繼續把神國的這樣的福音 還有我們基督徒真正要做的 這樣一個傳扬文化價值的一個保守派的東西 給繼續傳播出去 在這邊如果大家要是想要聯絡我們 不管有任何的訊息告訴我們 或者是希望跟我們一起合作 或者是想要跟我們一起來 把我們這樣一個基督教保守派的聲音給發出去 不管是說教會也好或者是神學院也好等等 如果大家想要邀請我們的話 可以看下方我們有我們節目的專屬郵箱 大家可以發郵件來聯絡我們 如果你要是在現實生活中認識我們的話 那更方便了 直接給我們打個電話 或者是在我們的這個通訊錄裏面找到我們的名字 可以直接跟我們來聯絡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幫助我們 來支持我們 那我們會把我們這樣一個link 放在下面的信息欄 然後還有下面的留言區 如果你要是想給我們買一杯咖啡的話 歡迎點進去 然後來資助我們一點點小的金錢 那我希望這個大家這樣一個舉動 就可以幫助我們把這樣一個頻道給存留下來 那我們就繼續的可以給大家帶來更多 我們保守派基督教價值觀的這樣的新聞評論的節目 那非常感謝您的支持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我們就以後每天都再見了 拜拜